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凌总 我感觉咱们这次提案 他们挺满意的 你们回去把方案做好了 把我留下 那我们先走了 丁总 嗯 拜 慧桥 恭喜你啊 战事 你怎么在这儿 迎接英雄凯旋啊 结果还没出来呢 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 你总是有办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先走了 你陪我去参加个聚会呗 现在 现在是上班时间 哪有参加聚会的道理 成年人这时间 哪有什么单纯的聚会啊 有一个我一直想签下来的客户 巧了 她刚好盯着你们市场部 媒体投放预算呢 你要再肯定给我两边博面 你的任务都完成了 做做我助攻呗 领导那边我都打不招呼了 我来当司机 你不会今天之后就不理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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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你刚才只是一时冲动 找刺激罢了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刚才现场那么多姑娘 我的眼里就只看到你 哪有啊 那个时候的你看起来也很可爱啊 我刚刚和刘柯学长在聊婚礼场地的事情 然后顺便就聊到了高中时候的毕业照 真顺便呀 刘柯是我学长嘛 他不仅是我老乡 而且我们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 哎哎哎哎哎哎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哪有紧张啊 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我误会倒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不能让戴希希误会了 我告诉过你吧 我们这个职业特殊 跟男客户一定要保持距离 最好呢有事就约到工作室来谈 你上门找过刘柯吧 气球是来送你的吧 他那个是好心 为了让卖气球老奶奶早点回家 送我不是重点 总之就是要保持距离 这个快结婚的男人啊 他就像沙漠里的炮炸 一点就吵 一点还自然 万万不能招惹 尤其是像刘柯这样的 那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像刚刚那样的场面再发生啊 幸好新娘新郎新大不计较 要换做是我 这心里一别扭 那尾款可不严接 哎呦 跟你厉害呢 你这翅膀长硬了是吧 咱俩说得是一回事吗 你面对的是什么 准新郎 你能分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吗 不要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好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保持距离 金总 哎呦 温森 好久不见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哎 这位是 你好 我是丁慧强 威尔铁市场部的总监 这么漂亮的你同事 丁小姐 我跟她们说过好多次 想请她到我公司来帮忙 可她就是不愿意跳槽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 金总 别开玩笑啦 你的忙我肯定想帮啦 行了 随意啊 好 好 好 谢谢 温森 佟尼 什么时候到的 到了一会儿了 就等你了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今天才带给我们钱 唉 真不是女朋友 这要是女朋友 我早就带出来显摆了 还用等到今天 来来来 来来 来 准备 准备 来 你在这儿呢 我刚才看你没怎么吃东西 刚烤出来的真热吃 没胃口 你刚才感觉到没有 有你在这笔单子 谈起来容易太多了 我相信就算是没有我 你也会有别的办法 这跟是不是我没有关系 那不一样 怎么都比不了 咱们这么多年之间的默契 文森 是你教我的 既然是来工作 咱们就该集中精力 不要浪费机会 我今天愿意帮你 是希望后面的 故意合作案 确认之后 你也可以给我 同样的支持 所以 那些没有意义的话 就不必再说了 我们之间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磋道了 你不是一直强调 工作场合应该严行得体 顾全大局吗 你们怎么在这儿 金总这儿找你们呢 好 一会儿过去 目前我们酒店 整体的规划就是这样 希望金总可以考虑一下 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嗯 不错 文森 金总 这个单子呢 就交给你来做了 金总 一言为定啊 单子给我了 净你一个 等等 看看 来来来 你都过来 什么事 这样 我呢 跟文森的单子已经谈好了 这里功劳最大的 就是我们丁小姐 你们替我敬丁小姐 好好救救 来 丁小姐 恭喜恭喜 谢谢 来 我给你买伤 来来来 丁小姐 我也敬你一个 你得敬我呀 好 敬你 单子是我的 喝喝喝喝 干了干了干了 来来来 那这个算是英雄救美 我们今天得让他英雄宠到位 啊 我敬你一杯 来 来 金总 金总 来来来 你是一看就没有喝好 没有喝好 没喝好 你今天喝得太猛了 不不不 你 你不能走啊 不能走 我们接着喝 你等我歇一会儿 你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 啊 你等我歇一会儿 没关系 你去忙吧 您去招呼其他客人 这有我呢 那行 那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打招呼 好 好 谢谢啊 别走啊 金总 咱刚 刚才怎么说的 别走啊 别走 你先起来 帮你把外套堵 别走啊 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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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对你说 我 Need to know 陈总 你陪我坐会儿 你陈总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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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我知道你的心里一直在怪我 但我想让你想一想 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们在同一个公司 同一个组 那么多人 人多嘴杂 业绩压力又大 如果我们的事情被公司知道了 那么面临着什么 就是我们俩当中有一个 会离职 这些你应该都清楚 我们当时配合那么默契 没有人业绩能够超过我们 那就因为这个 我们被拆散了 是不是也太可惜了 可惜啊 我现在才明白 失去一个好同事 比失去一个好恋人更值得可信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想 在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靠努力 靠奋斗 能不能成为人上人 你是说 在你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吧 你把我挤走了 你就该好好努力 成为你的人上人事 晓晓 这里边全是误会 温森 曾经的我 没有那么相应 来 我来 都能够 我来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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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一个饭局 何伤心了 我又没失恋 有什么可伤心的 我就是累了 你能不累吗 啊 名牌包包拎着 大几十万的车开着 喝茶 黄金地段的房子自己供着 活得像一个霸道女总裁 像不可攻克的碉堡 都没人敢追你 哪有机会失恋 没人敢追 还那更好 刚好可以屏蔽掉 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 受伤你自己啊 好吃吗 嗯 嗯 嗯 对了 差点足啊 来 快 一颗 我 来 手伸出来 拿 一个 这是什么呀 备孕的呀 我身体好着呢 不用吃这瘾 哎呀 这个就是提高受孕率的嘛 你工作那么忙 我也不想每天都缠着你嘛 吃这个呀 有助于提高受孕率 而且 我想着 如果那个时候结了婚 就可以在婚房里安心养胎 不是更好吗 啊 我妈 喂 妈 希希啊 你忙什么呢 我们吃饭呢 你婚礼的事情 准备得怎么样了 刘可有没有管啊 你就放心吧 我都没怎么管 都她在办呢 嗯 嗯 那还差不多 哎 你爸说了啊 要给你们赞助一笔钱 买个好点的房子 嗯 不用了 妈 我跟刘可商量 房子我们自己买 哎呦 你就靠刘可攒那点首付 望山庞死马 你什么时候才能住进 自己的家里去啊 你总不能在出租部里结婚吧 那也太委屈了 不委屈 怎么可能会委屈呢 现在有你们 还有刘可我幸福着呢 好了好了 你不要打岔了 买房子的事情 还是要听我们的 要是不行的话 让你爸跟刘可讲 嗯嗯 妈 妈 妈 我们刚吃完饭 我们想出去买点东西 来不及了啊 那个 房子的事情 以后再说 啊 先过来啊 你跟爸注意身体啊 啊 拜拜 拜拜 我妈 我猜着了 谢谢老大好意 我不需要 你别生气嘛 你知道老人家 他都是喜欢操心的 你放心 等我们结婚以后呢 我什么都听见的 好吧 你别收拾了 放着我来 放着我来 你放下 你放下 我最喜欢收拾了 你去看电视 我那个买了橘子 在茶几上 去吃橘子 去吧 去休息啊 我最喜欢收拾东西 吃个橘子 去吧 我们在哪儿集合 你在工作室等我 我开车去接你 那样你还得绕路 我们在地铁口见吧 老公 你看这句话 说得是不是 特别有道理 当你不确定 他爱不爱你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确定 他已经不爱你了 谁说的 一个男博主书 我觉得他有很多 爱情的观点 说得都特别有道理 而且 他作为一个男人 你那么了解女人的心思 他肯定谈了 特别多次恋爱 才能这么透彻 这世上啊 就没有了解女人的男人 你确定不跟我一起去啊 你看这么多小心点啊 给你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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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你看我呀 走了 想你哦 拜拜 拜拜 哎 段序 等一下 段序 你等一下 我有事情跟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刘柯在哪儿 而且我今天不会跟她会合 谁说要找刘柯了 你是不是要去创投会那边 是啊 你帮我把这份文件 带过去给小米呗 他们说这份文件特别重要 一定要公司的人亲自送 你不也是公司的人吗 是啊 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 我这会儿打车去堵车 要两个小时 肯定来不及了 所以 请你帮个忙呗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 但是公司呢 专门让你去交的文件 还是你亲手交比较好 而且文件这么重要 我一个外人碰得合适不合适也不知道 如果你觉得堵车的话 那就坐地铁吧 说这么多 就是不想帮忙呗 小气 二位先看一下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联系 好 谢谢 不客气 学长 这里就是你的婚礼主场地 以这个建筑为背景 你就不会显得太单调 你的搭建风格呢 可以是一半花门 一半沙连的样子 这一块都是你的宾客区 可以放一百把椅子 在椅子的后面再放一个屏风 这样就有一个入场的仪式感 怎么了 没事儿 你那个包是不是特沉啊 我来拿吧 不用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给我吧 谢谢学长 客气 来 那边还有一个餐厅 在你的婚礼仪式结束之后 可以通过这条小道去就餐 学长我们继续躲躲吧 哎 香蜜 哎 谢谢 怎么样 没耽误吧 没事儿正好赶得及 辛苦你了 亲爱的 不辛苦 你们这个创同会 还挺有意思的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你先忙辛苦了啊 哎 谢谢 今天来的人比余想得多 你要是没事儿 留下来帮回忙呗 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行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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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一会儿再聊啊 帮你 哎 三位 请跟我过来去 好 好 来 谢谢 好 谢谢 知不知道 咱们部门啊 好多女同事都喜欢断屑 你的好多 是你自己吧 哪有 谢谢 你不觉得断屑和那些 死板有你 屈安富士的金融男不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 断屑这个人 不绅士 没礼貌 嘴上还不让人 人家那是风趣幽默好不好啦 跟他一起工作多有意思啊 哎 我觉得男人吧 还要像我们家刘柯呢 说话好听 人也有礼貌 做事情呢也谦虚得体 断屑这样的 靠不住的 好 哎 小米 哎 资料帮我登记一下 来 来 帮你的一起等一下 哎 细细 都去他们谈了这么久 你给他倒点水呗 我看是你自己想去吧 哎呀 快去嘛 哎 哎 等一下 好 其实我来 你自己想去飞换 车子 人家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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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床水我也不要了 你不用进来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有点失控 好 刚才稍微有点 唉 唉 我们再说啊 就是投资回报这件事 我觉得 跟我们做的数据 簡直是差異的太大了 刚才给你们拍了一张照片 那个瞬间实在是太美好了 觉得你们很般配 希望你们留作纪念 那张照片还是放在我这儿保管吧 免得一起什么误会 那个 那个 再见 拜拜 好 大家的工作汇报要是结束的话 我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库易科技给我们酒店的年矿 正式签下来了 首先我们要祝贺汇桥 刚刚上任就拿出了这么漂亮的业绩 我知道这次跟库易合作将会给我们酒店带来新的挑战 但是汇桥说的对 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最近辛苦大家要尽快的协调和分工 在确保方案实施的同时要相互理解 让我们重建与世俱进的新形象 让酒店焕发新的活力 好 今天会就到这儿吧 散会 去 去 去 吧 去 文森 嗯 斯丹拉 稍等一下 有事吗 嗯 这次的合作首先会影响到的就是销售部还有行政部 我这边想了几个方案可以平衡一下业绩 也想了一些方法可以让行政部的压力小一点 咱们找个时间开会吧 行 领导都发话了 我们肯定全力配合 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部门的人员 变动比较大 再加上有几个职位 都没招上来 所以具体工作方面 还要慧桥你自己 多操操心 这些我都听说了 各部门的人员变动 就是因为 我们的酒店太落伍 所以 以长远来看 是该抓紧时间 好好地辛苦一下 这话说的 就好像我们几个 不愿意酒店 从长远发展得 更好似的 丁总监 您初来乍到 高瞻远竹 可是我们这些老员工 也不是形体之外呀 所有的事情 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 哎 这样 何小 我们部门呢 一定会全力配合 如果你需要开会 讨论什么的 尽管说话 就这么定吧 怎么 有事情啊 哦 怎么 有事情啊 老大 酒店有谣言说 丁慧桥是你的前女友啊 当然我是不信的啊 这不是谣言 这不是谣言 老大 那你调谈是不是 求新美了啊 莎莎 你还记得 当初把你招进来的时候 你自己怎么说的吗 记得 我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人上人 我现在希望你可以继续 心无旁骛地实现这个目标 当然 因为只有那样 我才能成为 与你齐头并进的人 你自己设立的目标 可不能轻易改变啊 不像丁慧桥那样吗 我也可以那样 不过我更看重的是 你对我的好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能够走到今天 全凭自己的实力 我们之间 仅仅是互帮互助 还有一点 我需要提醒你 不要拿自己的人生 跟别人做比较 这样对你自己并不公平 反正除了你 我才不在乎别人呢 我最看重的就是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就希望你可以 脚踏实地地 实现自己的目标 好的 老大 好的 老大 那我先去忙了啊 嗯 其他人呢 都去開會了 就你這麼閒 什麼叫閒啊 我們是革命分工不同 好吧 隨便你吧 我的離職申請呢 已經批下來了 從明天起 我就不來上班了 晚上一起吃飯吧 別誤會啊 我不是單獨請你 我是兩個部門 所有的同事都邀請了 我當然有這個 自知之明了 所以啊 我還是不去了吧 所以啊 你還是去吧 為什麼呀 第一 為了你的好哥們 劉柯 我所有的同事都邀請了 唯獨缺了你 劉柯肯定會覺得 我是小氣有意孤立你 你不去他也不會高興 不高興就不會好好吃 不會好好玩 他不高興呢 我也會不高興 所以你還是去吧 第二 不是 你忍自己啊 你平時 不是挺看我無睡眼的嗎 覺得我有手好閒 既然我離職了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更有能力的人回來 不是應該值得慶祝嗎 你不是應該更高興嗎 所以你還是去吧 嗯 什麼意思啊 這是我認識你以來 說話最有邏輯的一次 我說話呢一向很有邏輯的 只是你不瞭解我啊 只是你不瞭解我啊 好好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 但是如果我們部門 有其他人不去的話 也不差我一個 也不差我一個 放心吧 依我強大的人員 一個都不會落策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許願不怕你 我記得上次我給了你 你就沒有再給我呀 你就沒有再給我呀 應該是在我工作臺的 那堆文件裡夾著吧 你找找看有沒有 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找到了嗎 哦找到了 你夾在一個文件裡頭了 行了掛了吧 好拜拜 說一個你絕對沒有幹過的事兒 然後如果你做了呢 就收一根手指頭 五根手指頭都收完了以後 就算輸了 喝酒 行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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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要玩遊戲 咱們就再加個碼 每個人把手機放在桌子上 不管是微信電話短信 反正不管是什麼吧 都要播放出來 我先來 不誠實啊 我先撒謊啊 嗯 我從來沒有跟同事談過戀愛 這我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沒有 我也沒有沒有 我倒是想的 小胖 你幹嗎呢 哎 小胖你跟誰呢你 哎呀 關你什麼事啊 到我啊到我啊 我從來沒有收到過同事的情書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啊我沒有 我沒有 真沒有過 哎 有有有有 哎 哎呦柳柯柯柯柯柯 沒看出來啊 你還挺浪漫的 你留一首啊 啊 那不是我寫的啊 不是他寫的 誰寫的啊 誰寫的啊 等一下等一下 都過去了 該我了啊 好 我呢 從來沒有在大學 跟別人接過文 怎麼可能 你親人 親人 親人就沒辦法 喂 你不是說你大學裏 沒有談過那樣嗎 我 哎 你出門不是給我的嗎 咱倆打籃球一塊撞上了 誰啊 你出來吧你 什麼鬼啊 那誰呢你 不太這麼給劉柯解圍的啊 真的 真的 我說是真的 你看我所有的 誰呢 誰呢 開空放啊 請點啊 喂老婆 你怎麼這麼晚還不回來啊 我我這加班呢 旁邊誰啊 旁邊是同事 我們現在開會呢 開會啊 開會啊 啊 我我今天晚上 我得晚點回來 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啊 好好好 你你早點睡啊 你早點休息 別動我了 親一個親一個 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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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了 在天空下起雨的 是 我的嗎 唉唷 婚慶公司發大 你們都想什麼呢 唉唷 唉唷 你們這把人一驚一炸的 對 唉唷 唉唷 謝謝 謝謝 唉唷 幹什麼 我有點餓了 我要出去買點燒烤啊 你們吃什麼 我吃 什麼什麼 兩個生蠔 生蠔 你喝水你看是什麼 程程我多買點啊 不停 唉唷 你家長都給你帶著 行 久了 唉唷 你跟我去吧 我怕有一個人拿不完 行 來 休戰好吧 趕緊唱歌吧 要不然 我們來來 快快快啊 你哪 Set 来 来 来 我们早点回来 来 谢谢你一块吧 老板 我们这桌是打包的快点啊 对 好嘞 哎 刚才吓一跳吧 哎 婚禁公司的小姑娘 说话没头没尾的 直接来这么一句 谁说得了 你不会真的背着戴希希 在外头开什么小差吧 你怎么可能啊 干嘛呢这是 你别启动啊 我 你这一惊一乍 你吓一跳 我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戴叔叔对我呢 有知遇之恩 要是没有他 我现在有可能 还是一个银行的小支援 我真的特别感激他 只是 只是我觉得 我不管怎么努力 我坐上什么样的位置 在他的眼里 我还是那个 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 尤其是最近红毛的事 他明里暗里地 跟我说了好几次 叫厨子帮我 我明白他是为了我好的 也是怕自己的女儿 受不了去 但如果我真接受了 那我成什么呢 还 吃软饭的吗 这事是我的底线 我的家 得我自己挣了 我去 今天辛苦你了 不会 学长回去开车的时候 小心一点 我又印好了就告诉我 好 那气球也上哪儿 那你拿的吗 那个不是 昨天皇后送给我的 昨天不是借刘柯去了吗 那个时候的你看起来也很可爱啊 从我记事起 你就一直守不我 只要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会来吧 可是这不对 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你自己的感情问题 不要因此连累了我们的生意 多花点心思在婚礼本身上 在见客户不方便 下班之后 我去找你 咱们聊聊 我去找你 西西 晚上我要见客户 不会加陪你吃饭了 你确定这数据是对的吗 崇总 你这数据一看就是有问题啊 朱远 崇总 冲谁啊 谁都有可能 反正啊他对谁都不太满意 这机会出什么时候 把事情做好了呢 不会挨骂 要是没这个能力 活该挨骂啊 不是 不能老是这么没有效率啊 我这都等了多少天了 我 有事吗 没事儿 那我还有事 呃 其实吧 也算是有事 公事还是私事 挺好 说明在你心里 我们之间有私事 是 我们现在 应该算是朋友吧 你没有听说过 能走到分手这一步的两个人 就没有必要做朋友呢 那也有人说 如果分手了还想做朋友 其实是想换种方式 继续关心对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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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